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就真的說得出做得到 在上個星期他就說要在這個星期決定 到底針對世衛組織的資助 美國應該削減多少呢 到今天終於拍板 是完全停止資助世衛 很明顯就是要向世衛攤牌 特朗普總統就批評 你這個世衛組織 連基本的責任都做不到 必須要被追究 美國納稅人 每年給世衛4到5億美元的資助 到底這筆捐款是否用得其所 值得關注 美國是有責任要求世衛開城報公 因此特朗普總統已經指示了聯邦政府 在檢討世衛責任期間 要馬上停止對世衛的資助 國務卿蓬佩奧又有什麼看法呢 他就說 現在美國向世衛的資助 佔了世衛年度預算的五分之一 而世衛另外設有一些特別志願捐款項目 當中的四分之三 又是由美國捐錢的 身為世衛最大的金主 美國現在試圖對世衛進行一個根本的改革 因為世衛雖然過去作出了很多貢獻 但目前未能夠完全發揮作用 因此美國必須對世衛進行改革 令世衛重回正軌 實情特朗普總統 在處理美國 和聯合國所核下的15個附屬組織的關係 就是有他那一套 而且還非常高明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 美國改革世衛的第一步是怎樣做呢 就是要求世衛多些聘請來自美國的員工 盡量溝探中國在世衛的影響力 到底特朗普總統最終的決定會是如何呢 其實根據往績就很容易判斷 因為世衛組織其實都是聯合國其中一個附屬機構 我們就可以看看 到底特朗普總統 之前怎樣來對付聯合國另外兩個附屬機構 可見一班 首先就是萬國遊政聯盟 在去年9月 萬國遊政聯盟 在美國的主導下達成了一項新的協議 逐年增加向美國支付國際郵包的終端費 當時 白宮貿易顧問Peter Navarro說到 依據萬國遊政聯盟的舊有油資體系 美國遊政每年要被迫補貼 主要來自中國的大量小型包裹 總金額達到5億美元 這種不合理的體系 完全只是有利於中國 而不利於美國 因此特朗普總統下定決心 若然萬國遊政聯盟 改革失敗 美國將會退出這個組織 Pieter Navarro就將美國推動萬國遊政聯盟改革的重大勝利 歸功於特朗普總統的指引 因為特朗普總統一開始制定出明確和公平的主要目標 提出了清晰的原則性要求 毫不動搖 一旦達不到目的 就要退出這個組織 其實美國在萬國遊政聯盟的成功改革經驗 已經解答了很多人的疑問 因為很多人提出一個觀點 與其你繼續浪費時間在世衛組織內進行改革 不如索性令起勞造 找回歐美的先進文明西方國家 去開一個新的世衛組織 其實特朗普總統這樣做當然有他的原因 反正現在已經關了水喉 反正就不會再資助世衛組織 試一下在體制內改革一下 若然失敗的話 到時再令起勞造就出師有名 這樣才能做到四海歸心 其實美國退出聯合國的附屬機構 已經早有先例 在特朗普總統的帶領下 美國和以色列在2019年1月1日 正式退出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 到底當時有甚麼爭拗呢 其實就職怨已久 可以追溯到2011年 當時教科文組織194個成員國 就以180票對14票 通過了把巴勒斯坦納入正式會員 在正式會員前 他是觀察員 到了2011年 就觸怒了美國和以色列 當時美國和以色列都選擇忍 沒有理由 因為納入了巴勒斯坦 是推出的 到了2016年 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一個議案 對耶路撒冷聖地的遺跡 用了穆斯林的名稱 以色列 火也來 他就批評 你豈不是無視了 耶路撒冷領地和猶太教之間的歷史關係 到了2017年 教科文組織又宣布 要將希伯倫的舊城區 列為巴勒斯坦的 憑危世界文化遺產 這些事件當然 激到美國和以色列 火也來 於是 美國政府當時就批評 你這個教科文組織 是帶有反以色列的偏見 故此 率領美國和以色列 退出教科文組織 而且早在2011年的時候 當教科文組織決定要將巴勒斯坦納入成為正式會員的時候 當時的奧巴馬政府就已經決定要停交會費 會費是多少 每年達到8000萬美元 是佔了教科文組織兩成二的預算 當他停交會費以後 當然就大受打擊 這個教科文組織 終於日本不斷課金給教科文組織 使得日本每一年都有新增文化遺產的名錄 就是這樣 所以 美國退出這些聯合國的附屬組織 不是沒有先例 他是做過的 只不過 當然要爭取一輪 改革失敗以後 他便會去做 依據我的判斷 美國其實最終都會退出世衛組織 因為就算他安插了很多職員 進入世衛組織裏工作 其實都無保於事 因為到最後選舉世衛組織的總幹事 目前的選舉形式 對美國不利 對中國絕對有利 因為這個世衛組織會在內部醞釀了幾個候選人 然後就去到大會投票 就算有其中一個候選人 是西方文明世界國家的人 或者是美國屬意的人選 其實 投來投去都不夠投 因為單是說非洲 就已經有五十多個國家 中國和非洲的關係 數來就相當友好 因為中國搞大撒幣外交 而且在很多所謂的一帶一路國家當中 就有大規模的投資 所以投來投去 其實對美國都是不利的 在這樣的限制下 除非是改革這個選舉制度 你也很難改 194個世衛的正式成員 他投票 就已經算是最民主最公平 沒有理由會推翻這個選舉制度 所以無論如何投票 都是有利於中國 而不利於美國 更加不可能的就是 美國和中國在非洲大玩大撒幣外交 豈不是要賺自己的品 所以我判斷 美國退出這個世衛組織 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最重要的是 就是在調查到真相以後才退出 雖然美國目前對世衛刪水喉 但是他仍然是持份者 還是世衛組織的正式成員 保留著發言權 所以有七位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就作出了一份聯署 他們這份聯署 致行給世衛組織總幹事 譚德塞 他們要求譚德塞在內的多名世衛高層領導 要提供 由去年10月1日到今年3月12日之間 所有關於疫情的電子紀錄 書面材料 硬碟 電子郵件的往來 和簡訊的內容 此外還要包括中國所匯整 分析和要求的數據 以及世衛組織對疫情進行研究的材料 同時邀請譚德塞出席美國國會舉行的相關聽證會 就著外界的質疑提出解釋 實情這一步做得很好 要求譚德塞把所有資料和中國的通訊往來開成報公 你就知道 究竟責任誰屬 若然中國已經把實情通報給世衛 而世衛不向世界說 這就是世衛的責任 就是譚德塞的責任 若然世衛根本上 是一無所知的 他只是一頭無水 他只是蒙茶茶 因為中國沒有將實際的情況向世衛交代 這個責任去了中國 因此美國在目前不退出世衛 是有他的原因 若然他在這個階段就退出世衛 豈不是連真相也查不到 譚德塞就不會理你了 他大可以說 美國又山水喉 又退出世衛組織 那你也不是正式成員 我不需要向你交代這些資料 但不是 美國現在山水喉 但是他仍然是正式成員 你就要理解他 你無論如何都要交代 是不是 好了 最後要講講台灣方面 台灣早前有一群YouTuber 在眾籌 要在紐約時報登一份廣告 這份廣告 是向譚德塞喊話的 原來那份廣告的設計 他真的做得非常好 而且還玩了英文的語大相關 在全版廣告的上半部分 黑色底藍色字 寫著 Who can help who是全大家的 其實也是語大相關 WHO can help 即是說 誰可以幫到你 是不是世衛組織幫得到你 下面就回答了 白色底黑色字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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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help 其實就跟 目前台灣政府的口號一樣 台灣 can help 這個精神 所以這群台灣YouTuber 真是厲害 設計廣告的文宣意念 簡單之餘 又能夠把訊息完整地表達出來 當然在廣告的下半部分 還有一些英文語句 是向譚德塞喊話的 但主體的設計夠簡單 這件事就很厲害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